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部分是美国方面非常在意的 我们从这个点来看到 肩并肩在礼拜五的时候结束 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的 就是Raymondo 他在听证会当中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中国控制了台积电 那个结果会是毁灭性的 那会是devastating 那所以美国现在呢 是就有一点像是非常紧绷的一个状况 但是另一方面台湾这边呢 台湾这边包括赖清德 包括了肖美琴 跟美国之间军事的互动非常的密切 不过我们看这个之外 还要告诉大家 台湾国内的政情 就是怎么会突然之间就传出来说 甚至有媒体说 下个礼拜一啊 就是小英会发布所谓的射贬案 射贬的一个特例 那我就说这个事情真的很奇怪 这不会牵动很大的一个影响吗 那这里面呢 也引起了很多所谓的逼宫说 好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跟大家来请到的是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东 左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国防院研究员兼所长 沈明氏沈老师 雅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一中赖老师 雅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首先来看到 我们过去都知道 我们知道所谓的美中之间的对峙 但是我们这次看到 美国的情报总监 在他们非常重要的听证会 警告大家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中俄之间的结盟 而且在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有美国的人士警告说 不要把中国俄罗斯 还有伊朗结合在一起 那问题就大了 那我先跟大家讲 这里的中俄联合演习攻台 是怎么回事 主要就是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5月2号 他进行了一个听证会 里面的就是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表示 中俄两国目前在军事领域 正在进行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而且扩大到台湾的议题 他有大概五个重点 这五个重点当中 其实很重要 第一个 他说第一次看到中国跟俄罗斯 在台湾问题上联合演习 而且中国非常辟切 想要跟俄罗斯合作 第二个 美国可能需要两线作战 就是说 你美国跟第一方 中国发生了冲突 接下来的就是第二条战线 就是俄国 第三个 解放军在强化核武 跟数位作战的能力 就讲到核武的部分 第四个 他说 即使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很大 但是北京 还是继续要利用军事武力来威胁 尤其是针对跟台湾有关 第五个他就说 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 政治经济 军事技术 各方面的合作 而且是 无上限式的 无上限式的 海恩斯说 完全没有上限 就是现在中国跟俄国 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其实在去年发生的 这么一张 联合军演的图 联合军演是中国跟俄罗斯 你可以看到 当时日本就哇哇叫 青岛 是中国的舰队出发 然后俄国从南部过来 过来以后他们在哪里 他们就开东海会合 会合之后 兵分两路 一个往北走 往北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阿拉斯加 接近美国那边 一个往南 就这样绕过来 绕过来绕过来绕过来 绕过来到哪里 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台湾 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是 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先问一下 沈老师 你在军事方面 推演的方面的了解 为什么这次 海恩斯这么谨慎 而且这么严正的 提出这个中俄联合 夹注台湾的这么一个概念 事实上中俄的联合演习 它大概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 和平使命的演习 了解 然后再分别在不同的 有时候在亚洲 在中国附近 有时候在俄罗斯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海上联合演习 就是两国的海军 有时候一年一次 有时候一年两次 一次在黑海 一次在海生会附近 海域进行演习 事实上在从2014年开始 那次的海上联合演习 就已经靠近东海 但是通常这个中俄演习 都会强调说 不针对第三方的演习 那美国也大概 没有什么评论 那这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海恩师提到 2023年 就去年的七八月份的 这个联合演习 因为它的确已经靠近台湾 非常靠近 对 而且因为这个 中国跟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 中国提供俄罗斯 很多的这个 非致命性的武器 或者是后勤资源 所以中俄联合在某个区域 进行这种作战 或者是防卫 这种准备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所以为什么这次会 特别提出来说 中俄联合演习 而且攻台 就是目标都已经指出来 那打讲完之后 我们也没看到 这个中共有任何外交部 对这个予以反驳 那事实上 除了中俄联合演习之外 现在这个中俄跟伊朗的 海上联合演习 其实大概从前几年 也开始陆陆续实施 那在美国 他们现在很担心的 所谓战略同步的说法 譬如说在核武方面 如果中国俄罗斯跟北韩 同时用核武威胁 或对美国采取核武攻击的话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就伊朗来讲 那我们看到 目前三国的海军 也同时在中东附近的联合演习 等于说这四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对美国已经造成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讲到海恩斯的这个部分 我想进一步来看到 因为这个消息 在去年的时候 日本就叫过一次 日本那个时候叫过一次 你看这张图 这张我们当时 所有的媒体都注意到说 日本说你看看中俄 这个是青岛出发的是中国的舰队 然后俄罗斯的从俄罗斯下来 他们先在东海会合之后 缤分两路 一个往更北的地方去 一个往更北的地方去 针对的是美国 那一个往南这里 你看他已经接近到台湾 就在台湾的这个东北部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牵涉到日本的 包括了冲绳 包括了钓鱼台 所以日本当时就叫说 我拍到了这一照片 他就告诉你说 有052D的贵阳号驱逐舰 有052D的奇奇哈尔号驱逐舰 有综合补给舰太湖号 除了中国之外 俄罗斯也有 包括了无位级的驱逐舰 那我就想问 姑且不论 他是不是有一个政治上的意涵 在军事上 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舰队 到这个地方 他能发挥到什么地步 这个地方你可以说 是中国舰队进来的 但是他是要卡住台湾什么 为什么要针对台湾 还是真正针对美国 事实上两国的军舰在一起巡航 他不单单只是 两国一起航行而已 要看他在航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进行一些 训练科目的演练 比如说两国的军舰 彼此的通信 或指挥管制的这种协调 第二个就是 在彼得大帝湾 其实两国海军曾经在那边 比如说火炮射击 等等有进行这样 比较类似这样 进阶这种作战的这种演练 那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航向 其实最北的那个是 其实是日本的北海道 跟上面北方市岛 那个海域 穿过以后绕过日本 它其实表明说 其实我这样的航向 就是未来有可能联合 中俄联合 然后绕到日本的背面 对日本产生威胁 那另外其实在日本的 各个岛屿中间的各个海峡 其实中俄的军舰都曾经穿越过 而且除了这个海军的演练之外 其实过去中俄的战略轰炸机 也曾经战略巡航 分别曾经是各一架 各两架 然后四架 同时也是大概这样的飞行方向 就绕到日本的这个东方 然后再把它包起来 飞回中国大陆 所以战略轰炸机 或者海军舰队 其实已经经常 实施这样的演练 那老师来看一下 海恩斯这次特别讲出来 他讲到了这些重点 你怎么评论 先说 就是说有关于 中俄他的这个联合的军演 实际上 就像刚才沈老师讲 2005年就开始 他们所谓的 在陆地上是和平使命 那这跟上海 这个上合组织有关系 而且主要是以反恐为主 那那个 当然他的规模也曾经到 例如说有甚至要几万人 但是又小到 例如说就是还不到1000人 这样的状况 那但是从那个2012年开始 中俄开始出现 他的所谓的海上的 这个联合的演习 所以说那个时间 是比较晚一点 但是他的联合演习的 这个地点 实际上 在一开始很多地点 大部分都是以印太 就是包括说这个 海森威那边出来的 那个俄互扩车海 然后到日本海 东海 黄海 那那个 而且2016就是在这个南海的 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中俄他们就在南海 那个地方 他有进行联合的军演 那所以说 那个就对日本来讲 看到中俄联合的这个 在日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 军事的演练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而是已经将近 那个实行将近有 有七八年 就甚至快十年 可是海恩斯 他在这次的听证会 他就说 You know It's for the first time exercising together in relation to Taiwan 他就说 The first time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就是说 在过去 如果看到他们在联合军演的时候 很少会以台湾 作为一个主要的 这个演练的那个情境 想象情境 那在去年来讲是有 那但是就是说 这边实际上 要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中俄 他们在 原来在陆地上面的参演的时候 出现个状况 两边语言不通嘛 所以说到后来 他们甚至在指挥 要去进行协调的时候 还要在想说 他要发明一个 什么样翻译的软体 所以说我都跟他们讲进去 然后对方那个地方 可以听得到 所以说 那结果他们怎么 像这种 他们就想要 就发明了一个某一个 例如说一个pad 然后讲进去 然后他就直接翻译出来 像这个样子 来处理这些事情 那但是海上的话 他的问题实际上 就变得更复杂 因为他不像陆地 我那个如果说 大家彼此看不懂 我还可以用那个 那个大声讲 或手来示意等等 但是海上的话 那个差这么远 然后你这边 你要去怎么处理 当然海上 他有所谓 所以那个过去海军 有他一般旗号上面的 那个国际的 这个典型的要求 对 可是如果说真的 要能够更进一步 有他的那个 作战意涵的 那个演练的话 一般来讲 往往就是说 那个最简单来讲 是你负责这一块 我负责那一块 你打你的 那个我管这个地方 你管另外一个区域 所以大家彼此不会出现 互相干扰的问题 对 那现在的观念就是说 实际上当那个中俄 他在去年的针对台湾 有这样一个联合军演的时候 只要他在那个 就是说军事上面意涵 可能还没有 他政治上面意涵来的严重 因为这政治上的意涵 是在于说 过去一般我们大家的 那个估计 的那个评估是认为说 那个俄罗 中国他当然如果说 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最重要 依赖大国一定是俄罗斯 对 但是俄罗斯能够提供 往往大概是情报 或者是说在政治上面的支持 例如说在联合国里面 怎么样去宣称美国 他对台湾政治是非法的 那那个谴责美国 或者是说 他在提供中国在更多情报 甚至能够提供中国 那个反电子干扰 或者干扰那个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说是 那个现在来讲是 直接在军事上面的 这个针对台湾的介入的话 那么换句话说 那个俄罗斯是会出动军队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的话 他跟着过去原来认为说 俄罗斯 他是以非军事介入的方式 来协助中国来对台湾发动攻击 这就非常不一样 This is The View with Catherine Tang Today's topic is Taiwan's incoming VP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ur exclusive information Taiwan's incoming Vice President Xiaobi Kim arrive in Washington D.C. before March 13th However, Taiwan's government did not confirm this It is said that Xi will also visit some major capital cities of Europe Here are some points A.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aiwan's Vice President-elect Xiaobi Kim will have a low-profile visit to Washington and meet with U.S. officials about the new Taiwan government's agenda B. I talked with top officials of the Taiwan President's Office and they said it is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Xiaobi Kim's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private and they declined to confirm it C. Why does Xiaobi Kim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Xiaobo might talk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bout President-elect William Lai's inauguration speech on May 20th Many people wonder including Beijing what William Lai will say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First I think William Lai will reassure President Tsai's four commitments The four commitments were brought out by President Tsai in her 2021 National Day speech This includes the commitment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not be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ust be decided following the will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其實我們在這裡 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 肩并肩 這次是美非日澳 整個大規模的肩并肩 它的這個軍演呢 就在禮拜五的時候 有個大的 有點像畢業典禮一樣 他們都出來了 然後就說 肩并肩 我們這次美非 各方面的聯合軍演 結束了 那結束了 可是我們從這要講的是 它當中很重要的一點 就美國已經開始 做了這麼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 美國陸戰隊 第一遠征的軍司令 也就是塞德霍姆 他就說 肩并肩演習是藉由 取得重要的海洋位置 以作為 最壞情況做準備 就the worst scenario 最壞情況 他說最壞情況 是什麼意思 最壞情況 是中國會有動作嗎 你看他們這次的軍演 他主要在菲律賓這裡 可是你看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在巴丹島 我們都知道巴丹島距離台灣只有200多公里 而且他們整個的討論都是說 不是說我們在菲律賓的巴丹島 他們是說 我們在台灣南部的菲律賓的巴丹島 就把台灣認為一個主要的目標 所以你看到在這裡 美國因為退出了中整導彈條約 所以他覺得我可以 我要射什麼樣飛彈 什麼樣核子武器的都可以 所以他們部署了一個叫提風 這不是台風 台風那個插一個字母 它是Typhoon Typhoon的飛彈系統 它可以配備多達四枚導彈 包括了戰斧飛彈 戰斧飛彈的範圍可以怎麼打 它可以打到大概是2000公里 你看如果在菲律賓這裡打 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它射的裡面直徑可以射到北京 所以這裡面的動作都是有這麼一個念想 就回到說如果中俄是這麼結盟的話 美國在肩并肩已經露出這個味道 佐老師是不是同意這個觀點 對這個其實有一點就是相互作用 就是說美國加強跟他的盟友的結合 那中國大陸也加強跟他盟友的結合 然後當然就是雙方就會相互增強 當然這個裡頭其實我覺得也要 我們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因為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之間的這個合作 那越走越近 當然給美國一個動員他們有很好的一個理由 一個理由 對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要看到的 所以才會有海恩寺的這一個證詞 那當然這個裡頭 這次菲律賓的演習 它另外一個特別是說 它是有一個多島的演習 對 就假設有一個島是被佔領的 那它要奪回來這個島 所以它除了不只是說那個飛彈 就是所謂的那個提風系統 它可以發射這麼遠的一個射程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 它在操演的想定 讓外界會認為說 它的想定是一個台海有事的一個情境 所以他們這次不是想到說 要成立這個就是美日飛澳 要成立一個Squad 一個Squad 就像我們警方的小組一樣 據說那個Squad的中心點 就是講台灣嗎 就是為了要對台灣的防衛的一個小組嗎 因為從現在看起來 菲律賓其實既涵蓋了南海 它又因為是在巴士海峽邊上 所以它對於中國大陸 如果中國大陸的這個軍艦 解放軍的軍艦要到台灣的東部來 那它一定要經過巴士海峽 而這個部分其實 菲律賓就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為什麼放置這個飛彈發射系統 其實達到北京那是一種嚇阻 但是真正它會有戰術上的意義是 它可以阻絕在這個解放軍的船艦通過巴士海峽 那這個就可以對台灣的東部是有一個保障的作用 其實我們講到這些你知道接下來包括了普丁 他也要訪問中國 所以中俄之間就非常的密切 我廣告之後回來要來講的是 所以美國的對中國的動作又一步一步的逼近 比如說雷蒙多 雷蒙多就講到什麼 他說如果中國控制了台積電 那結果會是devastating 是毀滅性的 他的論述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 我們等一下要討論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們說到呢 美國的情報總監講到現在中俄之間首次的演習 就是針對台灣 那整個地緣政治有兩個變化值得觀察 第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在禮拜五剛剛結束的 就是美日澳飛的肩並肩的演習 他們要成立一個squad 要保護當中的一個中心 這個中心呢 說的就是台灣 奪倒演練就是台灣 另一方面再來看到普丁 普丁呢 他可以說呢 這次他在這個接下來要來訪問中國 所以呢中國跟俄國之間的合作就受到矚目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要跟大家講的 那美國的動作又是什麼 美國的動作就要看到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講的這個內容就很驚人了 雷蒙多他是在聽證會當中 他說的 他說呢 這個主要在5月8號的 美國國會眾議院的聽證會當中 就記者問到說 如果中國飯台掌握了台積電會如何 他說是absolutely devastating 絕對是破壞性的 是毀滅性的 那第二點他說 美國從台灣台積電採買有92%的先進晶片 台積電的產品目前是遙遙領先所有的美智晶片 台積電宣布在Arizona設廠 要製造的就是現在美國最先進需要的 兩奈米跟三奈米晶片 那雷蒙多也同意說 台積電是台灣的戰略資產 你知道他上次只說過說 台積電大部分在台灣製造 對美國是一個國安危機 可是他這次講到 他承認台積電是台灣的戰略資產 美國必須同時保衛南海跟台灣 不落入北京手中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明確的一個保台論 這個保台論當然也不是說為了他喜歡台灣 保台論就是保住美國的半導體 當然雷蒙多的聽證會除了這個之外 他也講到就是說 他要增加對華投資的限制 這裡面包括了什麼人工智慧AI等等 他有一些包括不能夠把晶片賣給中國 那整個限制領域有三大領域 就是半導體跟微電子 就我們講到台積電這些半導體微電子 還有量子資訊 量子現在在美國非常紅 Quant 然後還有AI系統 然後他也講到中國的聯網汽車 可能會收集大量美國人的數據 所以他們現在就要採取 極端行動的限制或禁止 所以我今天來看到 雷蒙多講完這個事情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他馬上就開始對於中國的企業 大概有三四十家又開始做了限制 那我現在先講這個 我先講他講台積電的部分 我覺得用到毀滅性 Devestating Devestating是很強烈的字眼 他為什麼這麼說 卓老師 這個我覺得反映幾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是強調就是說 我認為他還是呼應了 要鼓勵台積電到美國去投資 因為你看他這個同時間 他也宣布了要禁止 美國到大陸去投資 以及大陸到美國去投資 這些雙向投資 所以他同時就是 等於是告訴美國人說 雖然跟中國大陸之間的投資關係 可能會受到限制 但是我們跟台灣的關係 會更加的密切 那這是我覺得第一個面向 但第二個面向 他也 因為其實上一次 他在演講的時候 提到的就是說 美國要在未來十年 讓美國生產先進 邏輯晶片的這個比重 要提高到全球20% 但是你看他現在這個裡頭 其實他可能也就暗示了是說 短期間這些移動是不會發生的 對 所以說變成說 台灣的晶片生產 對美國來說還是至為關鍵的 美國短期間是無法去改變 台灣生產全世界 多數這個邏輯晶片的這個事實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講話 同時反映了這兩件事情 那當然其實雷蒙多 在這個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制裁上 一直也是扮演一個鷹派的角色 那其實對於台灣有時候 他其實對我們也不是 也沒有說對我們那麼友善 因為他主要從美國的利益 這也可以理解 只是說現在的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他真的要進一步去 鼓勵台積電去美國投資 他能不能夠有效的去解決 台積電在美國投資所 碰到的一些問題 因為現在建廠的速度也好 或者是上下游的這些配合的廠商 甚至是勞工的這個募集 這些其實都是台積電碰到一些 現實的困難 那倒是我覺得講到說 要同時保衛台海跟南海 我覺得我相信美國的這個國防部 大概會有這個決心 可是通過他來講 好像就不是那麼適合 有一點特別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事情 怎麼樣來看 因為雷蒙多之前 很強硬的說 你這個台積電的半導體 都在台灣製造 這對美國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 可是你看他這一次講的這個內容 過去我們都說台積電有很多的股東是老外 那台灣不是有人在講說 你是台積電還是美積電 你要到美國去設廠 可是你硬碰硬 他今天就講說 他認為台積電 他覺得就是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等於是一個相關的 一個戰略的一個優勢 他講到是這個內容 但是我現在要講到的是說 那問題他知道現在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有困難嗎 說真的美國給台積電補助大概66億嘛 66億根本不夠 而且你要改的也不是 只是你要不要給土地 是因為你美國人沒有辦法像台灣的人一樣這麼的投入 所以很吊詭的就是台積電對美國這麼重要 可是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確實比日本要慢很多 回到這裡 Remando的這麼一個改變 我想問一下賴老師 你怎麼看他 他幾乎是已經把美國的底線講出來了 就是要保護台灣 保護還有南海 其實他這個意思就是代表就是說 美國原來是期待 能不能透過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然後開始是減緩一些 對台灣的一些依賴 過度的依賴 所以在比較早的時候 有關於台積電 他在全世界先進晶片製程 或者說是半先進晶片製程上面的獨占性 也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這是對美國來講 這是它的軟肋力 是它的一個軟肋是個問題 因為就是太集中在某個地方 那這就是不好 可是現在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說美國他想要把它給抓過來 目前看那個特別是亞利桑那 他也在那個地方在處理 發現問題也是這麼多 所以說台灣真的是無可取代 那既然是這個樣的話 那重點就在於說要全力保護台灣 當然我們過去曾經有人講到說 這個叫做矽盾 但是那個矽盾那個時候的講法是說 因為台灣的半導體這麼強 所以說中國他來打台灣的時候 會對中國自己造成影響 因此他不會打 但是現在看起來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因為台灣的半導體 現在這麼強 在全世界這麼重要 當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的時候 每個國家都會依靠自身力 要過來處理 要來防衛 因為他自己的利益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完全不同意義的 所謂的那矽盾 或者是說是 也不要說矽盾 因為盾好像對方打不過來 而是說是那個矽聯盟 或者是那個矽夥伴 是這個樣子 讓台灣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協助 那最後就講到說 在那個現在有關於台積電 或者是說台灣對外的投資來講 其實美國因為他要得很急 他要的是最先進的 但是在日本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成熟製程 所以說在日本相對來講也好做 而且更重要的點是說 日本台灣很近 所以說台積電在過去很多台灣的合作的 這個製造業的那個廠商 因為有太多經驗了 所以說他眼睛 甚至不用講話 跟他使個眼色 人家就知道後面七八九是要做什麼 那那個在美國 你要從零點五開始慢慢講 講到五 然後中間還要透過Google Translate 那那個在日本呢 因為基本上 就算有什麼問題 那個飛兩三個小時一過去 很快就容易就處理到 其實我完全不認為 那個是一個語言的問題 台灣的人英文也很好 這就是一個整個工作文化不一樣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說台積電裡面講說 你抽到日本或抽到美國 哪一個是下架籤 你講的是台積電工程師 但是製造廠房本身 在那個Arizona那裡面出現 是廠房本身製造 也出現一些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這邊是提到 這些製造的災呼 他在台灣 光是這些人在做他們 也在台灣造成很多 就是說擠壓 就是在做其他重要的工程 也出現某些的狀況 因為好手都被抓到那邊去了 反正現在就是說 很多事情發現 為什麼台灣會這麼重要 畢竟幾十年建立下來的這個根基 你要想一下子 要把它給搬過去 這實在是非常困難 我是覺得老闆們 應該都會更 appreciate台灣人的 對工作的努力 不要說成說是 我們就是習慣於 這麼長時間的工作 應該要多給一些 這麼一個鼓勵 那我廣告就回來要講的 就是說更奇怪的 就是在5月10號 在禮拜五的時候 就美國方面就公布了 對中國的一些制裁的項目 但是他的理由是說 這就是之前發生這個 所謂的間諜 間諜氣球的事情的相關 真的是間諜氣球相關嗎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們來看到 就在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就公布了 我現在對中國有37家企業 來做為一個列入黑名單的制裁 那為什麼剛好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講的是說 因為這個間諜氣球 這個是這樣子 他是在5月10號 美國把37個 中國實體列入貿易的限制名單 他說主要是 飛越美國上空的氣球 包括了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有一些子公司 然後這些公司 涉嫌試圖獲取美國技術 來支持中國的量子技術發展 那我的疑問是這樣子 我們才剛剛聽到雷蒙多說 我對於你這個什麼半導體 對於這個所謂的量子資訊科技 還有AI我都要限制 你才講完不到兩天 他馬上就公布了 所以這個我想問一下 這個老師啊 水老師 他真的是因為間諜氣球嗎 你看看他公布的這37家 你怎麼解讀 當初這個間諜氣球事件 剛發生的時候 是美國的反應很大 甚至這個美國也終止 跟中國大陸的交流 但後來美國調查又說 這個間諜氣球並沒有發現 有針對美國的 譬如說飛彈陣地相關的情資資料 那現在又說要制裁這些廠商 是因為這個氣球事件 那這裡面應該回到說 從美國對5G或對華為的制裁開始 美國的戰略意圖是什麼 其實美國現在就是希望 這個中共它自己本身的科技能力 不要超越美國 或者是從美國竊取很多高科技 來帶動提升中國的國力發展 或它的武器性能 所以這個制裁有這個長遠 或者是比較宏觀的這個戰略意圖 但是你要有一個很好的民意跟明目 那當然美國國家安全是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我發現你已經竊取 我的這個國防科技或監章科技 所以我制裁你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能用這個科技用在武器發展 然後這武器發展可能用在其他相關的區域 或對鄰國產生軍事威脅 第三個當然就是現在所提的理由 因為你上次間諜科技 我從裡面發現了 你有很多你強調軍民融合 然後一些民間的科技的公司 竟然透過軍民融合的方式 從美國竊取了很多科技 所以我用這個名義來制裁你 然後我防止你擁有美國的科技之後 將來要經過不斷的發展 你超越美國這樣的科技 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跟經濟發展 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有個新的期視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今年過年的時候 二月的時候到哥大 Columbia 哥大的工學院 他的一個院長很優秀 是我們台灣彰化人 台灣人 台灣去的 張世傅 然後他呢 有一個基金會 而且他在那裡是哥大第一個 等於是亞裔的這個工學院院長 那他就跟我講 我們中午吃飯 他就跟我說 他未來啊 這個系上開第一 一個新的課 這個課 就是我們講的quant 再加AI 再加上半導體 我當時一聽就想 哇這都是很難 而且很夯的 他說因為現在美國各方面都需要這個人才 可是沒有一個把他們結合在一起 那我在這裡就要想說 我自己也是有讀李祖出身 我一想到quant 不是那個quantative 不是那個計算的那個量化 他那個quant是物理學方面的quantum 對不對 那沈老師quantum是什麼 quantum是 可能要問那個賴博士會比較清楚 但是我要強調說 這個量子科技裡面 目前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媒體 或有一些文獻 他會說 中國目前在量子通訊方面的發展 是非常前衛的 那他當然就是在通訊方面 第一個就是強化他的通訊能力 還有傳輸能力 第二個就是剛才賴博士也提到 就是有關通訊的加密系統 等於說你應用 你從傳統的這個通訊系統 到資訊化加AI再加入 那現在在量子進去的時候 會讓你的本身資訊的科技 或者是這個傳輸的科技 更加提升 那對於整個就作戰來講 你的直管通勤 或者情報的傳輸 其實會更有效率 其實在這裡我們知道 你看他這個限制的 37家的中國企業當中 他就說涉嫌試圖獲取 美國技術來支持中國的量子技術發展 所以賴老師這個量子技術 他現在變成是美國很重要要發展的 他們也不希望中國發展的 這個影響的層面是什麼 但因為那個基本上 就是那個在物理上面來講 我們講說這個現在所謂量子技術 就是譬如說你在大三大四 開始學 Advanced Physics 裡面所講的那個量子力學 量子物理 那那個基本上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特性 就是說物理來講 它是一個尺度性的科學 它在我們一般直觀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世界 大概是牛頓力學在支配 但等到到了非常小 例如說到了接近原子的層級 它的支配它的動力學 會變成它的量子的現象 會相當的清楚 包括什麼 人家講說又是波又是粒子二向性 然後它可以同時 它的狀態是疊加性的 所以說並不是零與一 也因為它狀態是疊加性 所以說它會有很多的可能可以放在一起 所以說到時候這電腦 它上面的儲存的方式 就不會是說是零一的這種二元 而是說會有所謂的量子多元 那也因此會讓它的儲存的這個量 一下會變得非常的大 同時那也另外再加上 例如說物理上面來講 我們講到說有這個 以沸泥者來講 它的這個抛力不相容原理 所以說兩個自旋二分之一的東西 它不可能它的所有量子都是一樣的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說當我們進行量子加密的時候 會變成說你在破壞某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完全被破壞掉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讓你有辦法去解掉 除非是你有完全相同的 自己的量子的鑰匙來去處理 所以說這是量子來講 幾乎讓你要去破解 它的量子的密碼幾乎是不可能 然後它的儲存又有辦法變得更多 那當然在通訊 我們一般來講在通訊的時候 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是說 因為那個也是同樣是 包力不相容原理 所以使得那個兩個不同的 在無限遠的這種沸泥質 它有可能說你動一個 那另外一個也會跟著會出現改變 天啊你大學是念什麼系的 我念物理 難怪我記得 我剛剛回想 我以前考試的時候 我的生物比較好 我的化學比較好 我的物理真的很難 所以我覺得物理真的不簡單 可是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我廣告就回來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包括了賴清德 他要規劃國防部跟美國的五角大廈 有一個類似的組織 包括蕭美琴說 我們台美之間的軍事 要有什麼樣的一個合作 還有你知道遠在華盛頓 他們通過了非常多的法案 裡面就是友台法案 保台法案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到現在這整個的態勢之下 所以可以理解 為什麼現在美國跟台灣 在軍事方面的鏈 要扣得非常緊 我講的扣得非常緊 包括了我們即將要就職的 總統賴清德 跟副總統蕭美琴都有動作 我先講到在賴清德 總統當選的這個部分 現在就傳出來說 台灣要推出一個 類似美國五角大廈 國防部 他們有一個所謂的一個小組 那就叫做DARPA DARPA是什麼呢 他現在不知道 可能會設在 如果國安層級的話 就是叫先進國防科技小組 像我們講到 潛艦啊 海坤啊 就是本來有個潛艦小組 可能未來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科技小組來統籌 那如果不是在國安層級 那就是國防部的一級單位 或者是往第一點 就是國防部的處級單位 一般來講 我們都認為說 應該是到國安會 或者是國防部的一級單位 這個是國防部的改革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看到 就是蕭美琴 蕭美琴呢 他在參加一個 國會山莊跟矽谷的論壇當中 他就發表了七分鐘的談話 他希望台灣能夠入 美國的防衛供應鏈當中 這個防衛供應鏈是什麼呢 就是台美要透過密切的合作 或共同的生產 來增加國防產業供應鏈的韌性 而且這裡最重要的就要提到 供應安全的安排協議 Security of Supply Arrangement 就是說你在這個東西 變成說台灣要變成 美國的一個整個supply 一個供應鏈的一部分 所以感覺起來是沒有辦法分離 這個很密切的合作 卓老師怎麼看這個部分呢 我們分兩個部分來看 一個是國防部內部的改變 另外一個是台美的工業合作 國防部內部改變 其實這個在2016年17年那時候就有過這樣子的構想 他是要跟美國同步接軌的原因還是自己的原因 沒有 那個是他自己的問題 OK 自己的一個部分 自己的重組 但是當時其實就有立法委員反對 包括民進黨的羅智正委員 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樣子的設計可能會疊床架屋 因為目前國防部內部就有軍備局 然後軍備局也有一部分的業務是放在所謂的資源規劃司 你現在再有這個新的機構 不管是叫做發展士 發展處 科技處 到底他跟這些既有的機構 既有的這些單位 他的職權怎麼分工 這可能是第一個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那如果未來我們的軍工生產 那按照現在這個規劃 到底政府跟民間的一個職權分配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是中科院 或者是漢翔 我們都有一些既定的生產的公司 那當然如果你去把它開放給民間生產 的確可以引進一些創意也好 或者引進一些活力 比較有競爭力 但它也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的軍工生產是批次少 就量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它是一個競標的狀態下 它到底能不能夠有足夠的穩定的生產能量 跟它能不能因此而累積足夠的創新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雖然說民間公司進來 它會有新的想法 新的做法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它能不能得到這個訂單 它是要通過競爭的 理論上來講它是公開競爭的 所以說每一個公司都沒有辦法維持一個穩定的生產 那這個其實對於它這種技術累積也好 或者創新也好 其實都會帶來另外一個限制 我想這個其實都有它的正面跟負面 那當然我想進一步講美台工業這個部分 就國防工業的部分 那當然其實我們能夠參與美國的國防工業的生產是很好的 但這裡頭我們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的保密是不是做到能夠讓美國完全放棄 這個其實是一個到今天為止 我一看到那個所謂的捷克的合作案曝光就覺得保密 不只是其實我覺得不是任何一個個人 我們不是說只要聚焦於任何一個個人 我們應該在講說我們政府以及我們整個民間的參與的廠商 能不能夠做到完全的保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對 一個法規執行面的問題 當然個人的問題還是要處理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法規執行面的問題是更嚴肅的問題 還有第二個問題也要去處理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如果要跟台灣跟美國要共同生產 那美國的廠商願不願意把這個利潤分享給台灣的廠商 因為本來如果是在美國生產這個利潤就回到美國的企業去 對它來說就是它的利潤 但如果一起生產那這個利潤就要進入台灣 其實這個討論在去年5月那時候有一批美國的國防工業企業來台灣的時候 就討論過這些問題 了解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真的未來有合作生產 那大陸的反應又是什麼 因為其實過去這幾個過去有好幾次美國對台灣的這個軍售大陸都有制裁 那未來如果大陸有採取更激烈的行動 因為他認為這個可能就是已經涉及到我剛剛講到嘛 涉及到政府的合作涉及到企業的合作涉及到台灣進入美國的工業生產鏈 如果大陸有更強更強烈的制裁 那對我們來說怎麼樣的是比較划算的做法 就我們還是我們的重點是我們要取得這些武器嘛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當然這個 所以說你如果要考量到大陸的這個可能的制裁 那這種事情其實越低調越好 就越不要不要太高調 不要太高調 就是只能做不能說了 對你講到這一點 因為剛好美國方面都是跨黨派 那提出來的就是共和黨 眾議院參議院都有 他們提出來最重要的就是新的挺台法案 台灣安全法 台灣安全法其實在這裡包括 就是跟過去來講有一些是新丁正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在第四點 就是說美國國防部必須要列出不少於五個的防禦能力清單 這裡面就是說你美國生產也可以 但是你美國工業沒有辦法及時滿足台灣需求的時候 就要由台灣來生產 這個他就是說你們都要負責 你們要訂合約 你不能跟台灣說我挺你而已 你要訂合約你要幹嘛你要幹嘛 陳老師覺得這個扣住剛剛我們講到的 這是不是都一連串的 第一個我先講那個搭爬的問題 我們知道美國的軍工生產主要都在民間 因為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因為美國扮演這個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角色 所以大量生產 所以當時很多民間的產業 它本來不是做軍火 通通轉為軍火 所以現在美國所謂的軍工複合體 它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有這樣的研發跟生產能量 但是誰來整合 或誰來設想未來十年二十年需要的武器是什麼 所以搭爬其實扮演這樣的角色 但是我們的國防工業 其實主要是中科院漢翔這些 我們沒有美國那麼強大的軍工體系 所以你覺得這個會是有問題 不是應該說扮演角色 可能部分跟美國大法類似 其實我們從海空號可以看出來 如果不是在國安會設立一個諮詢委員 專門控管海空號 恐怕海空號還做不出來 因為權力直接是總統來管轄 如果它設在國防部的處級單位 恐怕要整合單位非常多 而且民間的協調也很困難 所以它這個設想 其實就是針對海空號這個成果 成立一個這樣的單位 由上而下的整合 就變得非常重要 我覺得有一個事情我想插在這裡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一直很重要 就是我們講到的星鏈 因為我們知道馬斯克的星鏈很厲害 但是我們台灣呢 我就問一個問題 是我們台灣不要馬斯克 還是馬斯克不敢提供給台灣 我覺得我們台灣也不敢用馬斯克的 為什麼 因為馬斯克在中國有商業的事情 我們如果把這麼重要的星鏈 星鏈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萬一有被攻打的時候 就像烏克蘭 整個的通訊都被炸掉的時候 你有衛星的話你就可以解決 但是我現在來講到這裡 就是有太空中心的主任 吳中信說的 他們至少需要50枚衛星 才有能海散不錯的緊急涵蓋率 這個它其實是一個低軌 低軌對不對 低軌大概是2000公里的高度左右 是不是 2000公里 500公里 500公里就夠了嗎 不用到2000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低軌的部分 他們說因為擔心馬斯克跟中國 有高度的商業利益 所以我們台灣自己做 那台灣自己做 現在我們自己做的能力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現在OK嗎 第一個提到這個馬斯克 我們知道烏克蘭 它之所以有這個星鏈的 這個衛星科技能力 主要是透過美國國防部 OK 是美國國防部要支援烏克蘭 然後美國國防部協調馬斯克 然後當然美國國防部要給他錢 是 但是因為有時候美國國防部 錢給的比較慢 或甚至於他馬斯克他根據他的利益 所以有時候他會把他的這個 星鏈的把它關掉 關掉以後呢 變成烏克蘭 他有些作戰就會受到影響 那上次我們知道 這個我們跟馬祖之間的 海底電纜中斷以後呢 那個時候只靠中達電信的 這個一個衛星 所以他有微弱的這個 這個網際網路 那現在如果我們自己發展這個 這個星鏈 其實就這樣的考量 可是現在他會有 但是數量的問題 50顆嘛至少50顆 可是我現在看到數據 你大概是4顆 我們現在規劃4顆 第一枚預計在2026年發射 是不是不夠 這是第一個我們自己研發 我們自己發射 我們自己的第一軌衛星 第二個就是其他國家的衛星 我們跟他協調 然後提供給我們 那最後呢馬斯克當然是 如果他願意 以合理的價格賣給台灣 我們當然 但是碰到戰爭的時候 他會把它關掉 我們是要預防的 對馬斯克好像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他要介入到你這個 什麼這個公司裡面 他要佔股份 要什麼的很複雜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合作 是不是賴老師 其實就是說 因為看到烏克蘭戰爭的教訓 那馬斯克 你這個傢伙 你們那個沒有把錢給我 我就把它關掉了 TND 對 所以說就讓烏克蘭 其實受到很大損失 對 那再加上馬斯克 他跟中國之間的 那個經濟的這個 的利益 有點牽扯不清 而且過去發言 對台灣來講 還直接講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啊 台灣地區 所以說對台灣來講 那個台灣怎麼可能放心 直接去用信念系統 也因此在去年的時候 實際上包括像那個 即將要卸任的 數位部長唐鳳 那在數位部那邊 實際上他們有包括跟 英國的OneWeb 還有另外也跟 Amazon那邊有開始在探 所以說現在一方面來講 就是說就 藉由現任 既有的系統 一方面是找那個 外國可能的替代品 當然那個吳宗信 主任 他特別提到說 台灣要有自己的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 對 那當然那個以50顆 現在台灣才幾顆 但關鍵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可以 買人家的衛星 或借人家的衛星 但是我們也可以用 我們的衛星 讓別的國家幫我們發射 例如說請印度 或其他的國家 來幫我們發射 那我們就專門 把衛星製造起來 還有一點就是說 過去來講 我們的衛星 大部分做都是氣善衛星 觀測衛星 但這次的重點 是要把它變成 能通訊的衛星 所以說這又是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發展 回過來講到 剛才我們講 TAPA的這個議題 實際上這邊牽涉到 是說台灣的 我們軍工的生產體系 我們是把研究 政策上面的決定 然後到研究 然後到生產 通通都是 關在一個地方在此 那現在的做法 就是想要讓它 能夠比較最佳化 所以說在政策部門 然後研究部門 和生產的部門 希望能夠把它分開 像台灣的軍工的 生產體系的時候 因為現在感覺 是某種程度 有點像要引民間的進來 進行所謂的競爭制 那競爭制實際上 它這邊牽涉到 跟剛才所講的 安全性這邊 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換句話說 如果說你要競爭的話 民間的廠商 就勢必我們要建立 一個安全雜核的機制 而且同時 我們每一個武器的 系統的發展出來 我們也要建立自己 IVMV 就Independent Verify 像這些東西 那這個其實在 在現在來講 我們的那整個 國防工業的那個產值 都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那如果說 這都沒有的話 我們要直接進入到 美國的這個 軍工的那個 生產供應鏈 成為它 Trusted partner 一部分 信任夥伴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 實際上它是相連的 所以我們的人才 除了半導體人才 這方面的也是要有 那我們另外一個話題 我就要講的就是說 上次我們講到 參謀總長梅家樹 他不是去印太司令 交接典禮嗎 這張照片很特別 你看這個是新任的 印太司令帕帕羅 帕帕羅對中國 也是非常鷹派 那這張照片 為什麼把它擺在邊邊 這是美國發布的照片 因為他要拍到梅家樹 他要拍到梅家樹 就彰顯說 我們台灣在這裡 梅家樹在這裡 那我看這個之外 我想有個東西 我不知道我們需不需要 就是講到說 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 中俄之間的聯合演習 針對台灣 因為美國方面 就是海恩斯說 他們很擔心的 就是他們的核子武器的發展 他講核子武器發展 他這裡呢 譬如說 他講了俄羅斯 他講了中國的核武 那普丁也說 不排除用核武 你看這些地方 如果說比較內陸的 包括了 陝西 甘肃 湖南這裡 那比較 也沒有很邊緣 接近沿海 但是其他的地方 最近的是哪裡 大概安徽這個地方 那如果到時候 他有這個核武 美國就在開始跟他算 有多少枚 1500枚 什麼什麼的 所以未來核 也是一個問題嗎 核武的部分 的確是 現在就是預計到 2030年的時候 大陸的核彈的數量 會成長到1000枚 那當然現在 在這個國外 討論的很多 那有一些大陸的 自己出去的專家 就是說 在美國的大陸的專家 就會認為說 這個其實是因為 大陸感覺到 美國對他的圍堵 所以他希望 有一個嚇阻的力量 讓美國能夠 跟他平起平坐 這是他們方面的 一個解釋了 但不管如何 它會帶來 兩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什麼 就變成說 即使未來兩岸 假如兩岸 未來真的開戰 美國也不敢 輕易的 對大陸本土 發動攻擊 因為他的核彈頭 我覺得是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敢用核彈吧 問題是在於說 他如果核彈的數量 足以承受美國的第一級 之後他還能夠 再有反擊的話 第二級的話 那這時候 美國是絕對不敢 攻擊他的本土 那就像烏克蘭 跟俄羅斯戰爭一樣 烏克蘭不敢輕易的 打到俄羅斯的本土去 最起碼西方國家 是不敢參與在任何 烏克蘭對俄羅斯本土的攻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未來 它的一個管制 會更加的複雜 因為這個其實核子武器 它有必然有一些 所謂的防擴散的一些安全管制 那大陸現在當然 大家不會去往這方面去想 但是未來大陸的這個變化 會不會使得這一方面 在這個國際的 所謂防擴散的這個管制裡頭 會要增加很多的這種 查核的作業 我覺得這是會另外一個 國際上要討論的事情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還要跟大家講 國內的部分 這個涉扁的議題 有人說是一個老的議題 怎麼會突然之間 在520之前就要涉扁 這裡面出現了逼宮的味道 內幕重重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亞晴看世界 我們要談這個勁爆的話題 這個話題 坐在我旁邊的陳昭姿 等一下我剛剛就先跟他打招呼說 我們不要吵起來 因為我的立場 可能會吵起來 我的立場對於涉扁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是不OK的 因為他四個案子有判 四個案子沒判 不OK是因為早就應該OK了 好 我們來看到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的 在我現場請到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大家好 另外再來看到 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另外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李昆誠 大家好 好 那我先問好了 因為我自己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5月7號的時候 先是禁周刊頭版 而且他點名就說 蔡英文會特色陳水扁 這是5月7號 5月7號之後 然後在禮拜五的時候 又是上報 上報就說 下個禮拜 蔡英文就會特色陳水扁 然後說 英賴達成共識 然後聯合報就說 下個禮拜一 就會特色陳水扁 我說這個坐火車 坐高鐵也沒這麼快 我知道等一下會讓你發揮 我先問一下 朗東你覺得這個是 out of nowhere 突然這樣怎麼回事 目前看起來應該 可能性是越來越高 那就是說蔡賴在合作上面的話 讓賴清 因為其實特色陳水扁 這件事情政治壓力是很大 然後如果政治時候特色的話 等於是蔡英文也幫助賴清 一直去主張的特色這件事情去原廠 就表示他們雙方有合作上的誠意 先讓一些消息放出來 讓社會有一些心理上面的預期 以免是說衝擊太大 那目前來看的話 看起來正反意見也都有 但目前壓力沒有大到 會去撤回這個決定 所以我認為特色機率是蠻高的 那個震撼很大 禮拜五都地震了 不是嗎 對 但因為藍營的本來反對特色 但一直有一些 綠營的始終支持者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是支持特色 你是支持特色 我是支持特色的 因為這個司法的過程當中 不然就換法官 他的判決過程等等 其實有太多這個瑕疵 所以被認為是說 他的政治性高到 大家沒辦法接受 只有判決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過程當中 還有一些案子是還沒有結的 是不在特色範圍內 這部分的法律責任 當然陳水扁他還是必須要去面對 有一些涉及到一些不法所得的部分 也是通通的在法律 全部都是會還 所以不會拿到不該拿這些錢 那我覺得這事情也已經拖了這麼久 他也受到 該受的一些壓力跟處罰 可是我必須講的是說 你那些錢那些東西 你不能說全部都建國基金 老百姓會覺得那些錢呢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就是我常在講法 不能夠像不法低頭啊 你法要怎麼做 你對一般老百姓怎麼做 你對這個皇帝都一樣 不管前總統都一樣 我等一下讓招之講 但我要問一下民進黨的昆拳 昆拳你態度是怎麼樣 你覺得一般民眾會接受嗎 就是說要不要特色阿扁 當然這是總統的權利 那也談了很久 那現在當然是有媒體在講說 這個在520之前 剩下大概10年左右 為什麼要520之前呢 賴總統行大陸 我賴總統來特色 賴總統來特色 當然不是蔡總統要做 那可能未來是不是賴總統要做 這我不清楚 那現在那我也不確定說 這個是不是屬於 總統府在放這個風聲 然後看了解一下說 大家的意象是怎麼樣 那可是這個又跟說 這個已經決定了 那只是說這個時間 那這個步驟怎麼做 那我覺得好像又不太一樣 你覺得是已經決定了嗎 老實講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在民進黨裡面 支持跟反對都有 一半一半嗎 比例多大 我不敢說是一半一半 但是支持的也有 反對的都有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 當然是總統的權利 但是也要顧慮到說 社會的一些看法是怎麼樣 那玉珍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 既然這個新聞已經這樣 沸沸揚揚揚盛 沉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板上釘釘的事情 你覺得是真的確定 而且他放出來的時間點 大概是也有計劃的 因為現在是5月10號 5月10幾號嘛 然後距離這個還有10天嘛 兩個禮拜前 放的不會太久 太久大家討論太厲害 可能這個事情就會凝了 那太近的話 可能一下大家衝擊會 會受不了 大部分民眾會受不了 他這時候釋放出這個聲音 這個風聲 就他們就是要這樣做了 對 那張子 那就讓你講了 就是說 我知道你以前是 阿扁的這個 醫療小組的召集員嗎 不是這個 我整個社團的 經歷是非常完整 包括北社社長最後 我本來不想要選舉 但是我從副社長 秘書長到社長 後來都是在2009年 為了救扁 我才去選這個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等一下吵架 我們先講一個一個來 先講這個 主持人要有風度啊 我不會 我害怕 你不會有風度 我是最有風度的之一 那我想在這裡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 尤其是上報的報導很特別 禮拜五上報的報導說 因賴達成共識 我覺得因賴達成共識 讓我覺得是真的這樣子嗎 為什麼要講因賴達成共識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賴有達成共識嗎 我比較相信 有可能是 本來我沒有信心 之前人家問過我 我說以前我認識的賴總統 他會同意 但是現在因為位置不一樣 我不會說換位置換腦袋 常常換位置是需要換腦袋的 因為你要照顧的都不一樣 但是因為他畢竟主張過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 可能還是賴總統的意思 會比較強度比較高 那因為據我們了解 那個蔡總統一直沒有這個意願 一直都沒有想要就是讓 陳總統獲得百分百的自由 那你覺得 就像之前是不是你們有抱怨過 有相關人抱怨過 說小英沒有去看過 陳水扁有去看過嗎 他看過 在北榮的時候去看過 可是那一次因為我們有個 醫療團隊的成員就是郭正典 他就告訴人家說他去看 後來那個小英大發雷霆 然後大發雷霆 他又去跟那個夫人告狀 然後夫人又把郭正典罵一頓 其實我們何等無辜 我們總之知道 你一個常常一個總統 去看一個卸任總統 結果還當作是秘密嘛 所以其實他照顧他的陳總統的意思 那最熱不關藍綠的 他們也有發現說很多人去看他 阿扁總統都是很誠懇的 他說他又發現那個蔡總統 去看他的時候 那個好像很被迫去看他 這樣子好像不得不走這一趟 其實我必須講 我以前陳水扁在當這個 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們就有接觸過 我當時很欣賞他 那個時候阿扁與阿珍對不對 怕等出國等到用 而且他是從平民之子 一百分的市長 對 很棒的 但是後來出現了那些 所謂的海角七億 所欠的這個錢 什麼二次金改 憨不朗噹 什麼在市華銀行 那個是創造出來的 那些錢是創造出來的嗎 那他不是已經還了三億 2004年才有政治先金 阿扁總統如果貪污以前 會分大家用嗎 那不是還有瑞士那些帳號 那個手冊 那個他裡面都有名冊的 我有一次還威脅說 你們大家那個大家 你們大家兄弟 打了一個美好的一仗 阿扁用彈 你們打了美好的一仗 因為政黨輪曆 你是說全部十一億 三億加八億 十一億都是為了政治 給民進黨的參選人嗎 他不是給民進黨 他是給阿扁總統 總共有十四億 他分給他的同伴們 就是已經分了嗎 已經分了 給出去啦 那給出去 那請問現在怎麼還有 那個數字我現在都還有點記得 那他為什麼現在 三億要還給國家 三億要還給國家 另外現在還有八億 老實說 老實說 如果你是因為 懷疑他有罪去解凍 表示還沒有定業啊 你憑什麼叫他還 你如果說認定這是張款 或是什麼 你說沒收還有道理啊 所以我也不覺得要還 他有承認他做錯過耶 他有承認 請注意喔 請注意喔 他承認了什麼 他承認了什麼 因為當時他承認的時候 陳中東還在國外都不知道 他承認他做了不該做的事實 是指什麼不該做 他沒有報政治獻金啊 問題這是全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沒有人報過政治獻金啊 所以他是承認說 我沒有報政治獻金 是錯的 而不是說我A了錢 對 這個非常重要 2004年才有政治獻金法 然後陳總統也把他很多錢 我跟你講我都可以講出 因為時間慢慢 有時候 哪個選市長 其實市長的價碼不一樣 因為他需要更多的錢 那立法委員也不一樣 那市議員也不一樣 他都有去分這個錢 那他們都跟阿扁中做一樣的事 就是什麼呢 拿政治獻金都沒有報 請問怎麼報反嗎 像我們捐給阿扁中 捐給那個政黨 我們就捐給民進黨 可能好像十萬嘛 那以前我們早期 好像一個人家裡 我們一家三個兩萬 就被我們捐六萬 給李英元選市長 就他有一定限制 可是這個真的不是 只是政治獻金 我要講的是包括二次金改 包括了陳敏勳的買光案 二次金改很多人認為是個貢獻 二次金改還是被判 周三春判無罪之後 然後馬英九就開始 去念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 然後跟他說不符合社會期待 後來整個就 最高法院自行為之 我不是念法律專家 最高法院從來不處理個案 那如果他這麼的有信心 那為什麼那另外四個案子 你現在對他身體的狀況 另外四個案子可以把它開完 然後特色全部一起特色 你不知道他當時 陳順震教授實在太賣力 如果你沒認識陳順震教授 他出來的時候一塌糊塗 他到現在還戴尿袋 你知道嗎 你說陳水扁嗎 當然 因為他大腦那時候 我跟你講 你問柯P 因為當時我們醫療小組 是我組成 那現在呢 現在可以出庭了嗎 他做了很多這個資 但是 現在可以嗎 我不曉得 因為你要他去回想這件事 那去思考啊等等等等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辦法 做這件事情 現在民進黨 那個報告 那個是陳順震教授 他現在每三個月 每個月要寫報告 每三個月要寫展顏一次 那個 你如果要問這個醫療的部分 我是大略知道 我沒有在 因為他到了高雄 那我請問你 為什麼現在這個事情突然蹦出來 我剛剛還有來賓說 可能跟陳昭之有關 我說陳昭之有去Push什麼嗎 我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的冤枉 那過去的八年 小英怎麼沒有做 為什麼現在突然 陳昭之沒那個能耐啊 不然會苦那麼多年 沒有能耐做 那現在有能耐嗎 可是時間 我是說我沒有能耐做 那是總統的職責 那現在總統 為什麼在所謂的 傳出來下禮拜一 或下禮拜 520之前就要做 我想大家都覺得 應該要做一個解決了 因為拖太久了 而且阿扁聰 你看國外哪一個人 是被關了2231天呢 他關了還不夠久嗎 他裡面都是正出來 裡面 我跟你講 我當初如果 如果沒有這三個 一下這三個 我不會站出來挺他 我挺任何一個人 我都有一個基本 第一個 無罪推定 一群法官 一群那個檢察官 站在那邊說 一定要辦出來 這個就是先入罪啊 第二個程序正義 他們上次 他就是他為什麼 從他羈押到那一天 都出不來 因為每次羈押 他們被換就是 缺於無保釋放 周戰庫 然後馬上他就換法官 然後藍綠要同一個標準 我必須講 馬先生又有拿政治獻金啊 誰沒有拿政治獻金 但是我覺得這個 不是單純政治獻金 因為我必須講 這個事情已經無關藍綠 我總覺得 一樣的事情 老百姓能不能做得到 而且我們的法律 是這麼規定 不能因為你是所謂的 台灣總統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變成 那時候沒有白啦 藍綠標準不一致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般老百姓 如果可以這樣子 你才可以這樣子 一般老百姓不能這樣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所以搞了半天這些錢 都是愛國建國基金 然後都是分政治獻金嗎 我先等一下 陳總統從來沒有說建國基金 建國基金那句話 是我自己在自己投稿 在自由廣場上面 我寫台灣社辦公室的故事 因為當時在2006年 紅山軍的時候 你相信他是清白對不對 你相信他也是清白 因為我2006年的時候 我站出來 因為其實我什麼資訊都沒有 我從來沒有真的 踏入那個政治 因為我只是 本土社團的領袖 領袖 然後我每天就坐在 那個聖宏妍大外那個節目上 然後很多人覺得我很勇敢 然後他們就說要捐款給我 那因為當時後面 我有個北社 我有個北社 所以他們 我那時候大概有很多 一兩百萬的錢說要給我 那因為我自己是有個北社社團處理 所以我就開始知道說 他們 而且我去 有了我去去 把他們一下給我試完 那我問你為什麼現在 他們不給我名字 你認為為什麼現在 突然要把阿扁這個東西特色 為什麼 所以民進黨已經突破八零模 就是說他大概總共就要面對 那我猜比較可能 我猜我也沒有 我現在也不能跟他接觸 以前跟賴清德也是好朋友 從選市長立委時代 都甚至可以一對一聊天 或是說支持他 他也要支持我 我也支持他 我認為有可能 比較像賴總統 有提到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如果賴總統覺得OK 就賴總統來做啊 幹嘛叫小英先做啊 所以我老實說 我也很驚訝 因為我認知中的蔡英文是不肯做這件事 好來講一下那個雜誌 鏡周刊是背後的民進黨派系是誰啊 比較鏡周刊背後是誰 鏡周刊跟民進黨還蠻好的嘛 對不對 大家都不敢講 很敏感耶 他們應該是跟英系比較熟 跟英系比較熟 上報就辛苦吧 上報是新潮流吧 上報是新潮流 上報跟新潮流還有 卓羅也蠻熟的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為什麼突然放出這個消息 放出消息必有因嘛 如果你放了這個大家就覺得要這麼做嘛 對我覺得就是會做 那你這樣子民調 你覺得藍的觀眾會接受嗎 我必須講啊 我不是藍的我也不是綠的 但是我比較是台灣主體意識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就講我是反對 對不起啊 我是反對阿扁特赦 在這個時候 我最最最底線是什麼 阿扁你必須要 把另外四個案子給出庭 把它給審出一個結果之後 所有的案子一起來看 要不要特赦 但前提是 你要把錢全部還回來 你要認錯 你要道歉 否則的話我們的法律 雅琴你知道 國務記號費 他的判決可以從兩個無期 兩個二十年到一審 跟一審無罪 然後你知道二字經改 被這次判是通通無罪 宣告的 二字經改還沒結束 龍潭案 龍潭案他用這個實質影響力 天下還有人發明實質影響力 那我跟你講我們天下人做做事都怪總統 因為總統對所有人都有影響力 然後林議事的部分 他就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法定職權 他就判得很輕 沒有沒有 林議事也是 也是那個叫什麼 借事借端喔 人家是借事借端也很重喔 法官而且最高法院為之 我跟你講 這太多程序不爭議 我說我陳昭之 絕對不是一個 沒有理我就站出來胡扯的人 我當時 而且我為什麼要 Risk 就是說讓我的工作機會 讓我不 我的手機被監聽 我還不是政策的人 我就被做了一大堆事情 我們我在何信一部 我們董事長還是 顧顏佐雲女士 我知道你有那個蠻香的那感覺 他有基本的東西 無罪推定程序正義跟藍綠同樣的標準 你講程序正義 我要講的是公平正義跟法律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說那麼簡單 你不是一個案子 你是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八個 那個是一個案子 一直把它撥出來的 一直撥出來的 符合民進黨的公平正義的 民進黨的公平正義 你看你就在那邊酸了嗎 你就在那邊酸了嗎 那現在民調出來 TPS民調48%反對 然後那個中國時報更多了 80%以上反對 那我覺得可能三例 或者其他綠的要做一下反對 那你如果問我 我就是反對 那你如果說他放了消息 要說服我 你也說服不成啊 他也沒有打算要說服任何 他是讓大家 特色也本來是總統有權利 總統有權利 本來也有他的權利 那可是你時間卸言 那坤成你講一下 一般的民眾 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會真的是接受嗎 我是說民進黨支持者 當然有些是希望說 阿炳總統能夠 把他過去這件事情 把他講個清楚 講完清楚之後 再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特色 講個清楚 那包括那四個案子 要出庭嗎 就是全部的 那他現在沒有四個案子 沒有出庭 我就說有些民眾 我知道說有些民眾 是希望這樣子 他總共出庭了 他當初卸任的時候 就被抓進去了 那基於說 對一個前總統的一個尊重 他覺得說 這樣子對一個前總統來講 是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前總統 在韓國來講 他們犯罪的 到最後都是有定驗之後 然後特赦 在韓國來講 有人是羞愧到要自禁的 那我就說 不能因為他是前總統 而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前總統也有壞蛋 國際上有前總統 也是很糟糕的 不能因為他 所以就是 就法論法 就法論法 我同意 特色也是一個法 那就是說看總統 要不要用這一個特色 用這個法 那我是說 只是我懷疑說 在520之前的 兩個禮拜出來 這件事情 對於民進黨來講 我不認為說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完全都是好的 因為也有負面的聲音 對 像玉政就講說 你看就是符合民進黨 公平正義 不是這個 我相信蔡總統 他也會去想到 如果他有這個想法 他也去想到說 好那這樣做出去之後 他是要幫賴清德拆蛋 比如說有人說他 漲電價也是 先幫賴清德拆蛋 我覺得賠著拆蛋可以吧 這個拆蛋有點 對 那但是有些 那或許 10天之後沒有啊 沒有這件事情 只有這個媒體這樣的講 因為之前類似的新聞 也一直有出來過 但是後來都不是真的 那會不會是故意 讓他見光死 我不知道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雅琴看世界 我們來看一下 陳水扁的這個案子 一共有多少 這裡面呢 整個已經簽結的部分 包括了部分的 國務基要費案 機密外交款項 海外洗錢案 估重量政治獻金案 外交零用金案 侵占機密公文案 那另外沒有的 沒有堅決的 就部分的國務基要費案之外 洗錢案 二次經改國泰地勢化案 教唆未證案 那另外呢 這個判有罪的就是龍潭購地弊案 還有陳敏勳買官案 還有二次經改案 我現在講的這些案子這麼多 你如果說這些案子 都是因為他被政治化 所以出現這些案子 我覺得一般民眾很難想像 那當然我也更難想像的是說 為什麼突然之間 在這時候爆出來 然後講的就是一副 要在520之前 那我就突然在想 520之前 因為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520之後呢 他就職之後 他要到立法院 他要去國情之文 那國情之文他不會520當天 可能最快5月24號 說什麼人家都一定會問 相關的問題 那他也要有一個表態 郎東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還是覺得這個時間點 太急促了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 就蔡英文的角度來講 首先呢 他完成了一個 比較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這個成就 就是說在於 他準備要卸任的時候 他的民調還是能維持 四成多的一個高點 這個是過去陳水扁跟馬英九 都做不到的一個事情 是的 贏很多 對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他是第一次讓綠營執政 或我說的本土政權 延續到了未來的這個 4年等於就是12年 等於又再加 之前就是8年 又是政長輪替嘛 這個是之前也沒有人做到的事情 但對蔡總統來講的話 綠營內部有一群人 一直覺得他 對阿扁這件事情不夠積極 成為了他們討厭蔡英文的這個理由 這個部分是 蔡英文如果要追求歷史定位的話 他不得不去 我覺得他這個歷史定位是不好的定位 當然有些人不接受 但我認為 有些不接受這件事情的人 也不會否認蔡英文在別的事情 外交國防跟真體經濟上面的一些貢獻 最後蓋瓜論定在蔡英文上面 蔡英文可能他會覺得 這件事情會讓最討厭他那群人 沒那麼討厭他 原本喜歡他的人 會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但是還不至於會因此而反感 我是欣賞蔡英文的 但這個意思你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反而民調都那麼高了 你就去當一個擋子彈的一個鋼板好了 那這個子彈打到你身上 反正你又不選了 沒關係嘛 你就把他擋了 這個意思嗎 賴清德來講 他去做立法院的時候 做國情報告的時候 至少也可以免掉這一題 這算雙方合作的一個不錯的方式 可是國情報告 人家還是會問 他還是會問 那剛剛雅馨姐姐也提到是說 總統犯罪應該跟一般人 是完全是一樣的 但是一般人犯罪 也不會有下一個總統去追殺他 現在誰追殺 說都是馬英九那時候 處理陳水扁的事情 有特殊的規格 保外就醫是我必須講馬英九 雖然我覺得馬英九 Bumber很不OK 但馬英九當時是把他放出來的 那是醫療小組奠定剔除 給他一個台階下 陳水扁也感謝過馬英九 馬英九願意把他保外就醫 對啦 那這也不能說馬英九是 陳水扁被關了 二二三一天 沒有一天 我去看沒有一天罵過馬英九 他只想跟他對話 我到現在還在想 我知道他還願意跟他對話 他從來沒有一天罵過他 因為馬英九是阻止他 再出來選總統 就這麼簡單 他太年輕當總統 就這麼簡單 他阻止他再出來 但是我必須講 陳水扁這個事情 到後來很多年輕人 會覺得是個笑話 笑話的原因就是說 你因為所謂的身體的狀況 不能夠出庭 可是你可以去幫你女兒競選 幫你女兒辯論 幫你兒子幹嘛 過去還有人在保外 就是說去競選立委的 去做很多政治的事件 但是也不能別人的不對 就是別人陳水扁可以 不要 因為他就是政治事件 就是我根本沒有承認 認為他是有罪的 他做的事就是沒有報政治獻金 那是行政的 那錢趕快拿出來分給大家 一人分個幾塊錢也好 那個錢是大家要捐 我跟你講 他不是分很多給民進黨 很多候選人嗎 分啊至少14億啊 有分啊 我看過那些資料啊 那資料就拿出來啊 所以現在是民進黨被恐嚇嗎 就是說如果 你不把那個 不把我放出來 我就把 當初 其實我跟蔡用多 也是這樣 這件扁案才 有點漸行漸漸漸 以前很好嗎 以前很好啊 很好 後來一屆後援會 也是我主持的啊 我一向所有民進黨過去的 市長在台北公司做一屆後援 我都是我去當主持人 因為我從小 我從年輕就開始參與這個 比較關心 然後我是一屆聯盟的創始社員 李正元教授 那個年代 所以你因為扁案的部分 跟蔡總統就是漸行漸言 因為大家他是比較 當時因為他為主嘛 他是就非主流 就是你停扁的 就變成一個那個 綠營裡面的非主流派了 所以就漸行漸遠 就漸行漸遠 要是我也漸行漸遠 因為我身為一個總統 我就看了一個 有貪污或什麼的 陳水扁是他的恩人 我樂 但是我跟你講是恩人 我的原則是這樣 就算你是恩人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做了不對的事情 我也是一樣要面對 你的基礎跟我不一樣 因為我認為從後到尾 就是一個政治事件 因為他就是一個政治獻金 而且是2004年 才有政治獻金法 這個法要規範所有人 可是有些人同樣拿了 政治獻金 但是並沒有受到相對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 乾脆把政治獻金的名單 拿出來好了 這個我也支持 就你海角七億八億 十幾億 你到底民進黨誰拿了 當時我拿出來 這個民進黨全死了 那現在也可以拿出來 我怕死 我也支持 我也覺得事實真相最重要 但是朗東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你看就像我們在講 為什麼我覺得說 就算你是我的恩人 我覺得我當然 就算你是我的恩人 我非常感謝 可是你犯了什麼法 或者現在要怎麼處理 不能說我現在來報恩 我現在是怎樣 小英報恩 我們知道有很多相關的內幕 我覺得也不是說 時間過了我就可以在這邊談 我覺得因為老實說 很多人以為我這麼挺他 其實我是挺台灣總統 我那時候出來挺的時候 真的啊 很多人到最後打開來 還有彭斯跟我說 你不能因為他是台灣總統 而挺他 台灣總統可能也會做壞事 你不能挺那個title 不是不是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認為他做壞事 我就認為沒有 好 我想講這個就是說 就像他們說 你跟那個徐曉星的先生 是小時候就認識嘛 剛剛玉珍有在講 我差不多幾歲了 對 但是就是說以前就認識 可是這並不表示 以前就認識 所以你不能去監督他嘛 我可以監督他 但說實在的 有一些我知道事情 我也不會都講 因為我是討論徐曉星的 公公的事業為主 他們有一些私下的事情 私事就不重要 不講 那如果我們進到徐曉星這個部分 同樣我講 法不能夠像不法低頭 一樣的造理嘛 就是徐曉星這個 其實說真的 大家對他的私事沒有什麼概念 也不是很在乎 他說他的媽媽 因為母親節 他禮拜五的時候發了一個文說 我媽媽說旁邊有人在那邊拍 他很生氣 然後他說我媽 然後他說我媽又不是什麼 陸配 我媽又不是什麼 沒有參加什麼婦女會 可是這件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他突然寫這個是怎麼回事 有時候他媽媽參加什麼婦聯會 因為那是一個誤傳 剛好前幾個禮拜 在討論徐曉星的時候 同時就有另外一個 中國籍的一些配偶相關的爭議 有些網友就以為是同一件事 就是有忠配涉及詐騙之類的一些事情 是你在討論還是誰在討論 不是我在討論 就是兩個不相干的新聞 有些網友誤以為他們有關聯 其實沒事啦 就無關啦 所以是個誤傳 因為我覺得徐曉星 就把一些網友的誤傳 他可能他心裡不舒服 他要講出來 那也是他的自由 現在他媽媽這件事情 不要像說因為徐曉星 他的家一開始燈載上面 在整個金額上面 還有地號上也沒有寫 所以讓他有點好奇 你後來發現他就在金華城旁邊 而且似乎他在買了那棟房子之後 跟之前都有一些去了解金華城 從機率840% 灌進去的事情 就是這個目前柯文哲 一個很大被調查中的一個案子 對 因此大家就會去看說 那徐曉星 他家的這個地方在哪裡 人家就會好奇 他娘家在這個地方 你看娘家在這個地方 他買的中古屋在這裡 然後金華城的都根在這裡 對 他距離30公尺 而且如果他現在那一塊 正在都根當中 需要請他們家 這個也牽托太多了吧 台北市有這麼多老舊房子 到處都沒有在都根 每一個都根子都可能辦 20年30年 而且政府是鼓勵都根的 內政部最近 林佑昌要下任起來 所以把一些 九二以前地震一些房子 好像六樓以上要放寬 這個容積率 都根是政府鼓勵的 都根是政府 應該沒有人反都根 沒有人反都根 你們把這個 他買房子在那裡 牽托說他就去介入都根 他是時間點 你要不要講時間點 2021年3月的時候買 然後金華城那一塊的話 是在9月的時候 都委會就準備要給他840%的 時間點是很巧合 都委會可以給幾% 是一個市議員可以決定的嗎 太看得起市議員了吧 那要扯到克文哲 當然就不可能市議員 所以你們這樣扯到 現在他們家 因為名字怪他老公留在李明夏 這個房子 那邊的李副聖理的里長 張靜偉 正在推動那邊的這個都根 他唯一找到的都根的公司 就是中華工程 也就是金華城一樣的 威京旗船旗下的中華工程 那就很奇怪 都根應該找三四間廠商 大家來李明來做個選擇 那他唯一認識的就是 他要找哪一間 或者是最後一間 現在找這一間 跟以後會決定哪一間 有時候不是同一件事情嗎 那我們講有沒有操待 全台北市都根的多的 這麼老的房子 一千八百萬 可以帶到一千四百多萬 有沒有操待 我覺得這是回歸到金融的專業 富邦的 一定有專業的經理 人在做這些事情 如果有操待 他應該受罰 他就要受罰 這個事情的案外案是說 你們自己都一直說有操待 因為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出來幫他講話 那解釋的方式是說 當初在2021年 是徐曉欣去找他拜託 然後去介紹富邦的經理 熟悉松山經理的經理去見 這個關鍵點在於兩個 第一個 你找富邦就有點不避嫌 因為那是台北市政府 最大股東的一個銀行 第二個事情是 你不是自己去 說我是台北市議員 徐曉欣去找 而是你找了更資深的議員 去介紹你們 可是鍾小平出來又改口說 我只是介紹 他只是介紹 那個人並沒有介紹貸款的 後面是徐曉欣自己去談的 談出來的結果 大概到將近九成 五十四年的房子 貸款到九成 一般民眾都會覺得 這個比較少見 很罕見 房子可以帶到多少成呢 這個當然這個當地 就那個專業的金融 不管是經理 還有承辦的人 他有他專業的評估 你的意思是 把人家那種基層的 在做評估的人 都一起拉下水 這個包括 也會有什麼估價 那種要帶多少成 有一個估價的流程 任何一家銀行 都有一個正常的流程 我覺得你們這樣子把 所有的在基層工作中 金融員都一起拉下 小朋友讀書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 不要動到自己的存款 去過讀書 我想說拿個房子去貸好了 我真的有去問過 結果那個貸款的利息 本來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低 正常啦 只能說正常 但是我們去估那房子 人家只估了大概 我們那個房子七成多 因為我們那房子 陽明山的房子比較舊 他估出來 只能給你到七成多 估七成多是正常 尤其你說是五十年老房子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殘值了 大家都說土地的價值吧 土地的價值 土地為什麼價值 都根 如果沒有都根 那他也不會針對 他也不會針對 徐曉欣這些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他同一戶的那個一樓 當然這是另外的事 他同一戶那個一樓 人家就要賣 我說如果等都根 不是很好嗎 他就要賣多少 兩千多萬 因為他有地下室 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別人要賣房子 跟徐曉欣又有什麼關係 我只是在想說 是不是人家覺得 備受矚目還什麼的 然後就趕快 看他賣多久 人家早就要購出來賣 一樓這一點 他價格還算在合理的區間 因為他有地下室征件 而且一樓比三樓貴 這也是正常 這個在討論他有個違建 就是他的天井有征件 那個天井是不是急報急財 要看是多久的違建 他那個應該是在交易的時候 徐曉欣買了之後已經有了 更有趣的事情是說 他買了之後過半年 他還特別的去發了一個質詢的新聞 就希望是說 關於天井要納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裡面 去做管制 他那時候是說要處理高雄 城中城大火的那件事情 說要檢討 事後回來看你就發現 原來是為了自己的房子 天井要解套 所以他做了很多施政的行為 主要是大家覺得 都會跟他的一些利益團體有關 你們把那些什麼 包括一樓什麼時候 那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登上去 我們到現在 現在才發現 就是禮拜五禮拜四知道的行為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登的 說不定那個人很早以前就要賣 或者說不定賣一陣子沒賣 掉頭拿出來賣 哪有把這種所有左林右事情 全部都牽托到一個人身上 反正現在他們 我要講這件事情實在是對 我覺得你們實在是對 許曉欣很不公平 而且呢 大家現在 我們大家都是拿許曉欣過去 檢驗別人的標準 來檢驗許曉欣而已啊 你說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去他的 他家的門子 在那邊去拍照 大家都只見邱豪 他過去也沒有去那個 賴清德辣家拍照 只見邱豪不見雨昕嘛 我說的就是 比如說 他現在質疑的這件 外交部 三四百萬的美金 到底要去買什麼醫材 然後哪些醫療設備商買 這些國家大事幾億耶 我廣告最後回來講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變成國際上的笑話 你真的搞不清楚 你真的搞不清楚 什麼叫機密嗎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必須要講到這個 台傑原屋案的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講說 所有的立法委員 一百多個立法委員 都有拿到這個 所謂的機密文件 那當然 許曉欣說 那個什麼捷克的外交部的期刊 已經有登了 對 人家有登這麼一個 雙方合作的 結果人家這個計劃負責人 也就是弗伊特也出來講 他非常難過 他說他還公布了一些影片 就我們幫助是哈爾科夫的醫院 動手術什麼的 問題是你這些內容說真的 人家雜誌講你可以講 人家雜誌沒有登出那個公文 那個公文 那個機密公文是不能登的 這個就是沒有 他不是讀國際關係的嘛 許曉欣病沒有公佈 我今天早上還特別問他 這個內容 這個全部 沒有他拿出來的時候 我問他上面有帳戶 有什麼的都出來 他沒有公佈那些 就是大家的那個備忘錄那些 一條一條 沒有公佈 可是你就是拿了備忘錄出來 就是不行 那個見面上有 沒錯 問題是 我先 我分成幾個部分講 這個讓我想起 誰呢 上次那個誰 美國參議員 那個叫做 格里漢 來了台灣 見了蔡總後 回去後 郭英買了多少台 後來隔年 謝董事長 我覺得這個比較不像 沒有就是那些政治人物 只要來到台灣回去以後 就會拿到一筆錢 或是一個政策 對他覺得選機有力的 他是一個NGO組織 他拿這個錢不是說自己拿的 他不是一個實善組織 錯 他是一個NGO組織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組織 我現在特別問了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組織 我跟你講 你去問許曉欣喔 你不能啊 你去問許曉欣 你去問許曉欣有什麼要 詐騙的人一個字都不要相信 不能這樣講 他就說你們可以去求證 好不好 你才要求證 來等一下 他那個錢是拿去幫助哈爾科夫醫院的 這個我沒有否認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但是呢 為什麼外交部必須要這樣做 外交部為什麼 我們的外交有多辛苦 你知道嗎 我把這個 我起碼講完你們再來質問 一千萬美金 你去丟給一個單位 然後說你三四百萬美金去採購 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這些什麼 醫療廠商的器材 對 他就要這樣做嘛 就變成是捷克去採購這些東西 你一樣可以去說 這些單位 你這個單位也一樣可以去問說 需要什麼器材 什麼 血氧機 什麼的隨便 舉例那些醫療器材 然後回頭來 我們國內按照他開的清單 在國內公開透明的採購 為什麼要把錢丟出去再洗回來 我跟妳講 你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 因為那才一千萬美金 才一千萬美金 一千萬美金是多少錢 三億吧 我跟妳講那比起 一億多的採購案 我們剛剛在講的都十幾億 如果在國內就必須公開透明的採購 然後按照這個列書清單 一樣可以圓完 這跟外交困境沒有關係 我記得 玉珍我沒有記錯 這跟困境沒有關係 你有念國際關係相關的東西 對不對 這跟國際困境一點關係都沒有 很多國際上的外交 他不是說我開做生意這樣大來大去 我們台灣受到了打壓 我們援助 我們援助烏克蘭就是要讓國際知道 那麼烏克蘭不敢得罪中國 那是個事實 烏克蘭怕中國把武器賣給俄羅斯 所以他們很謹慎 烏克蘭說他就不敢收台灣的東西嗎 那捷克旗艦為什麼公開登說台灣有做這個事情 先舉一個例子 美國國防雜誌就有說 美國的綠扁帽在台灣幫忙訓練國軍 美國跟台灣國防部都否認 媒體的報導不代表說 有官方的文件跟簽署的立場 因為如果 那捷克旗艦還敢公開登 哪裏的捷克在害我們 這是媒體 這不是他的政府 捷克的旗艦就在害我們 他們那個合作 他們這樣講 我們可以否認 可以留有外交上的空間 他說這個 就像我們政府會否認 他的綠扁帽在訓練國軍是一樣的道理 他裡面沒有我們的MOU文件 他裡面沒有文件 衛生科技院是什麼單位 他是一個照曉星的說話 你為什麼要幫徐曉星說話 我當然要幫他說話 因為他監督外交部太用力 可是你要確認 你要確認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我先講他說的是什麼 大家可以去查 他說這個是一個就像 比如說我們台灣 也有國內也有這種 這一切的問題都在於說 他不可以直接把密件的東西公佈出來 對 我要講說 意義真為你剛剛講說 應該公開招標跟台灣的人去買 那你為什麼沒有公開 你手上也有 你就不會公開 如果徐曉星他要質疑是說 你沒有這件事情 在台灣採購的一些器材 可以公開招標 他可以藉由秘密會議 藉由委員會的方式去質詢 就像是他質疑我的兵役有問題 他可以去國防部 把資料去檢舉 他不需要用先公開 謠言造謠的方式 去公開我這個隱私 徐曉星今天面臨 他做的事情是一樣 我覺得他是要轉移文朗東的焦點 一樣 他現在又是轉移一個焦點 所以就鬧錯了這件事情 我記得今天徐曉星在揭發 外交部這麼重大的 可能弊案的時候 竟然大家都把 大家都把議論放在媒體 身為第四權 應該把議論放在 名字名高 一億一千萬美金 我同意 而不是徐曉星 那個房子一千八百萬 還是一千八百萬 那徐曉星 到底到目前為止 他講了什麼東西是弊案 他講了什麼東西是弊案 很值得懷疑 所以媒體 我覺得非常值得懷疑 我跟你講一千萬注意 再三四百萬回來 打聽 這都是徐曉星講的 我們立法委員或者媒體 應該要去對這件事情 你如果徐曉星認為說這個有問題 按照江啟臣的說法 開秘密會議 找相關部會首長來談 都可以 玉珍我真的覺得徐曉星 這個事情暴露出來 我有這麼勇敢的 可以揭發弊案 有這麼勇敢 大家就跟以前陳水扁一樣 這麼勇敢的揭發 拜託你不要拿這個東西 還比陳水扁 陳水扁以前也揭露很多 徐曉星跟陳水扁能夠比嗎 陳水扁以前也揭露很多 這是兩回事情 這是個外交的機密文件 如果徐曉星你認為有問題 如果徐曉星認為有問題 那個文件不要揭露 可以討論內容 那你如果今天徐曉星 他是拿捷克的這些報道 雜誌來爆料 我沒有話說 因為這次他就是拿一個 對 你就拿雜誌爆料 就拿雜誌東西來爆料 那不會泄密的 那今天完全沒有啊 什麼機密文件 外交部就自己 一按照自己的行政流程 合定他是十年的密件 這個密件不是說 國防上的那種機密 而是它是非國防上 非國防的機密 我們今天的這個行政部門 實在是非常應該緊張 他們只要不想 讓老百姓知道 都合為機密 可是他可以讓立法委員 不是說這件 疫苗陷阱的 你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有知道啊 你們都有啊 所以外交部這種 政府我們現在行政部門 合定密件過於腐爛 就這樣子 那你們立法委員都可以拿到 那就不是什麼真的 怎麼會 我看過那個內容 我覺得這有什麼 好列為密件的 這個真的 我看不懂那個內容 他認為要列為密件 那是他的權利啊 那是非國防機 所以他們就這樣 一定有某些東西 想要被掩蓋 我讀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個就很像以前 什麼新南向啊 一千億啊 被掩蓋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幫助烏克蘭 會讓我們在國際形勢上 跟俄羅斯的關係很緊張 我們還大肆宣揚 怎麼會那個 我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捐錢 中國就會跟俄羅斯合作在一起 影響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中國我們不幫助烏克蘭 難道中國就不會跟俄羅斯合作嗎 你想太多了 他有更多理由 跟更多的藉口 你們不要故意又把這個因素弄進來 我們幫助不幫助烏克蘭 中國都會跟俄羅斯合作 你知道現在 吳 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吳朝聖部長有講 有兩個國家 現在我們邦交上 可能會有鬆動的 你知道是哪兩個嗎 這個跟幫助 我在講另外一件事情 一個是海地 一個可能是瓜地馬拉 我們幫助烏克蘭 你知道為什麼日本 有沒有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日本的岸田文雄 他要去訪問巴拉圭的時候 他們談的都是台灣問題 為什麼 他就會幫台灣 穩住那些中國的挖牆角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外交部 他有他的考慮 中國大陸長久以來 都在做這些事情 許小新今天有沒有揭露這個弊案 可疑的弊案 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們不要把信 我同意 但是他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他唯一的錯 是把MOU這個文件 把它給秀出來 貼了一些 他沒有把內容修出來 各位沒有 他帳戶 你可以去看 有看到帳戶 我有看到 帳戶都出來 帳戶那種是非常非常機密 不能 我們進廣告回來 我要問一下 我們國家錢到一去算是機密 名字名高 那個就算名字名高 有些東西 就像陳怡跟雞排妹 電話號碼那種都不行 機密就是說 你不想讓人家知道叫做機密 為什麼有些事情 明明是做三四人 怕人家知道 中間到底有什麼必要 大家要好好想想 就是因為你的好朋友 中共那邊的壓力 中共 你今天目前這個一千萬 或是一千億 他都要打壓台灣 影響不到中共 打壓或是不打壓 對 不然我們還是努力 所以你們有沒有去中國 中國還是會打壓我們 你國民黨的 會談一點點都沒有 不是 我們有沒有去中國還是會打壓 沒錯 那你去也會做 硬了也會做 本來就是他們去 那我趕快就問你 我來問你 你為什麼5月10分號 不去太平島 等一下不要丟過來 我們進廣告回來 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這裡有一個好奇怪 徐曉星家變打卡 我覺得也不要打擾到他的隱私 但他這裡面講到說 是超代美鳳窩 或者是安心代 現在有很多網路上這個 但是他有個外號叫做 徐靜平 就是因為說 好像現在都有個徐小姐去投訴 投訴說 像朗東你們上了節目 政論節目都說要投訴 就是徐小姐 然後E-mail address 就是她的address 那我現在問了就是說 你有講 我看到你有評論 你說如果你在這樣子的話 你就搬去松山新一 你要把它發動一個罷免 投訴這件事情 是民眾的權利 你看節目不滿 你可以投訴 但是如果你腐爛投訴的話 其實對製作單位來講的話 是會有很多壓力 它是什麼個投訴法 它NCC的那個投訴 就是你在政論節目不滿的話 就有個徐小姐 我去投訴 我有上了節目 以及我沒上 討論到我講的話 的這個節目 而且我去上那集廣播節目 他為人還在國外連線 其實那集也沒有太多的爆點 爆料 顯然不知道為什麼他去檢舉 那他一檢舉的話 製作單位就必須要寫 一些很長的報告 對 那個報告的量累積到一定程度 可能製作單位 有些人就會離職 或有些人就不想要再碰這個 寫報告很累 會有壓力 那如果你檢舉是有憑有據的 那你可以直接去跟法院說 你公安侮辱或是誹謗 都有很多方式 但是有些時候這個檢舉 就單純只是找你麻煩 那類似的這些做法 徐小新她就一直在做 為什麼會知道是她 因為這個徐小姐 因為NCC來 她會遮住姓名嗎 徐小姐她有告訴我們她的信箱 Email信箱 剛好這個Email信箱 就是她的公開信箱 她在市議會 她在立委的公開信箱 就是這個 所以就知道就是她 所以我就講說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式 你又既不跟我公開辯論 然後遇到問題 她逃避又閃躲的話 目前大家覺得 她有一些官司正在調查 可是如果法院調查 沒有一個結果的話 那我們就在政治上去做處理 所以我已經在考慮說 如果你再繼續在檢舉這些節目的話 為了去對這些勞苦功高 努力信心寫報告的這些製作單位 抱不平 所以我就搬去中間信義 去處理去罷免她 我罷免這個事情 我很有信心 是因為我就是沒有要選 那一區的議員或是立委 我單純是為了要罷免她才過去 所以地方整合會非常強 罷了之後 事然是罪去選上 也不關我的事 反正我就說了 把這個有問題 你確定要去了嗎 還是說等待 還沒確定 我等她如果她繼續再做這種 所以習近平不准別人評論她 去檢舉每一個製作單位 這種手段的話 那我覺得是對台灣的 這個民主跟言論自由 自由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最好的反制手段 就是我本人直接去發起 這個罷免的政治活動 但是因為她才剛上任 我覺得還是給她 那麼一點的機會 改過自新 我在觀望了這個幾個月 再看一下她後續的發展 你要補充 我當然有補充 我非常的有意見 我覺得恩希 從這一點看出恩希這個單位 要不然應該廢掉 要不然應該好好整頓 你怎麼可以把檢舉人的信箱 讓被檢舉人 或被檢舉的單位看到 怎麼可以這樣 你剛剛不是才說 這不是機密嗎 你剛剛不是才說 這不是機密嗎 這是一件事情 這個恩希怎麼可以 難怪我們要趕快推動 那個吹哨子的保護法 好 那我們不要把樓歪到 怎麼可以讓 以後每個人檢舉任何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都會看到 原來就是誰檢舉我 我不知道姓名 只看到信箱 那不能洩露任何檢舉人個資 那我們現在講到這裡 我現在不講NCC的 我不講NCC的 我現在要講到就是說 本來我們這一次看到 國民黨就是 你們要去這個太平島 我跟真心覺得 去太平島沒什麼特別 但去太平島就做個秀 你還要做C13都很累 你知道嗎 趙之姊 你當作作為很累 然後去了後回來 那問題是5月16號不行 因為5月17號你們要表決 所以就5月18號 可是我剛才知道 你沒有去耶 你有去對不對 我有報名 你有報名 那你為什麼不去 因為他很早以前就報名 我原來5月16號就有行程 可是5月16號本來也有你耶 名單有你耶 沒有啦本來就沒有 如果有5月18號也就可以去了 大家都在報有你啊 就你要金門啊 什麼什麼的沒有 5月16號報名是很久 3月份報的 因為3月份我那時候就接到一個 國際會議的通知是在布丹 我本來去布丹開會 所以就沒辦法去 結果他現在改成18號 那18號我當然就可以 但我已經 他們說已經不接受報名 就要在45天前報名才能接受 所以我們就不能去 但是我也取消了這個國際會議 我想講一下那個5月19號 你們民眾黨的那個大事 5月19號就是 柯文哲他要上去這個 民進黨前面那個地方 去抗議嘛 就是小草啊草根出發 可是他的人 台北市警察局長說 就1000人而已 我記得你們是講3萬人對不對 我們沒有講3萬人 因為他們講3萬人 可是那個地方 警察局長說 那個地方只能夠容納 大概1500到3000人不得了 沒有沒有從來沒有 在我們黨團會議沒有 目標也沒有到3萬人 是嗎 可是有耶 新聞都講3萬耶 沒有 那我們講的才算 你們講的是多少人 沒有 我們希望就是說 大家看 因為我們那個 所謂的小草 因為我們從來不動員嘛 你看民眾黨的活動 從來沒有遊覽車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 那個地方滿大概 真的是一兩千人就滿了 沒有沒有3萬人 我自己在黨團會聽他們說 要辦活動 那我們把時間留下來 我以為3萬人都好少 因為3萬人是過久 我哪去到3萬人啊 那個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最重要沒有 所以沒有3萬人 那你要降到1千人 這警察局 那就是那個場地啊 就是那個場地啊 黃國昌就講說張榮欣 張榮欣你就只知道 跟人家去吃魚吃 你不了解我們 所以黃國昌的意思是說 我們 為什麼我看到的消息 都說他是講3萬人呢 真的 我在黨團會議 都沒聽到 這3萬人 今天你又講 那昆辰怎麼看 當然民眾黨他們要去上街 要去遊行 都是他們的權利 那人會多少 我也不知道 看他們怎麼去做宣傳 那我只是認為說 有沒有師出有名啊 因為你今天是要講 你在講5193 講民進黨跳票 講民進黨跳票 當然民進黨有做不好的地方 當然是可以 可以來做批評 那我只是認為說 現在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度 是真的蠻高的 4成多 就是說雖然有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普遍大家是認為說 在這8年任內 其實蔡英文是做的很不錯 所以我們才能夠順利 再交棒給賴清德啊 我有兩個敏感的問題 問趙之傑 第一個就是 現在網路上就說 民眾黨是不舉 那個有點粗俗 他們真的用不舉 就是你們都不舉手 都不舉手 就變不舉黨 我是照實傳述網路上 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就 上次有個新聞 我一直要問你 黃國昌搞定了 你們8個立委 他搞定了當中的6個 然後呢 就是有人就說 是不是黃三三還沒有搞定 可是很多人在討論說 你都聽黃國昌的 因為你的辦公室主任 是黃國昌找過去的 你要不要澄清一下 怎麼可能 我辦公室有9個助理 都是黃國昌跟你安插的嗎 沒有 我只有4個 是曾經在實力服務過 其他的都我自己找 而且那4個也要我同意 我在這邊講 柯B推給我的 我也不要 我要自己interview 面談過我才肯收 陳刀智是什麼人啊 誰B給我就給我啊 黃國昌的你有接受 我變成他 我變成他 因為我是個 我是個新科立委 很多人要跟著我來醫藥界 但是他必須熟悉國會運作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 你們看清楚 陳刀智是什麼人 誰推給我 我就收啊 那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他們說那個 黃國昌不敢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羊 那個叫撲馬 沈柏羊 沈柏羊辯論 然後就推你出來辯論 然後他就order你 你會接受黃國昌的歐盾嗎 因為那天我們在開記者會 我們每次開記者會 譬如說今天有幾個議案要討論 他就會assign 你討論這個 像花東就是我們的 李毅君委員討論 他住花蓮嘛 所以大家就會分嘛 那大概司法啦 或是國衛改革 一定就是黃國昌討論 然後那個案子就是 他叫我談嘛 為什麼叫你談 因為我們就是 你跟醫藥比較專家嗎 我現在已經政治人物啊 政治人物 你看我 那我勞動部也負責 環境部的負責 你看那個環保團體 有多少控訴 這個政府獨職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進廣告 馬上回來給你補充 好 歡迎回來 交織 誰在說我辦公室的人 都是黃國昌 塞給我的我就告他 我跟你講 我一個新科立委 我認識的朋友都是醫藥界朋友 很多人要跟著我來 他們沒有國會經驗 老師說第一個 我有去請教黃國昌說 你有沒有一些過去用過的人 你可以推薦給我的 那我還是自己挑啊 那我當然挑一個 有七八年經驗的人啊 然後在其他呢 我也帶一個這個 比如說公衛系的 楊明清老師的學生啊 然後我也各個不同來源啊 我總共九個助理 我有九個助理耶 伊利環規定要八個以上嘛 我裡面的確有四個 是他們來 但是我們一個interview 面談的時候 我們全部interview打分數啊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 要不要用它 沒有人可以決定我要用誰的 這個禮拜 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哎呀 這首歌 你會唱嗎 唱一下唱一下 歌詞有點 歌詞有點忘了 對 那被列為禁歌啊 那就顯示說言論自由是得來不易 台灣有些人要在體制內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雅晴 歡迎收看雅晴看世界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